刮痧可以很好的缓解慢性盆腔炎 治疗慢性盆腔炎的穴位共有四个 腰阳关、天书、关缘、三阴胶 准备工具 刮痧板、经络油 操作方法 一、患者取腐卧位 医者找到腰阳关穴 腰阳关穴位于腰部 当后正宫线上 第四腰椎几图下凹陷中 涂抹适量的经络油 医者手握刮痧板 以后棱角面侧为着力点 重刮腰阳关穴三十次 至皮肤发红 皮下阻塞砂斑 砂痕形成为止 二、患者转成仰卧位 医者找到天书穴 天书穴位于其中旁开两寸 关缘穴 关缘穴位于旗下三寸处 涂抹适量的经络油 医者以刮痧板后边棱角面侧为着力点 让刮痧板与皮肤呈45度 从天书穴刮至关缘穴三十次 至皮肤发红 皮下紫色砂斑砂痕形成为止 三、医者找到三阴胶穴 三阴胶穴位于内怀间 及脚踝内侧的骨性突出之上三寸处 与掘骨穴相对 涂抹适量的经络油 以刮痧板后边棱角边侧为着力点 着力于三阴胶穴 并带动皮肤下面的组织搓柔弧动 施以旋转回旋的连续刮式动作30次 以抽纱度 对侧以同样的方法操作 注意实际操作应暴露皮肤 操作完毕